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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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俩来这干嘛呀 我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的 断断续续地读书 然后这个人也思想很幼稚 也不是很确实际的那种 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没有车 没有房 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就是他有想跟我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吧还是不具备结婚的条件 再说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反对 他还是对我有所不太了解 然后也之间产生一些误会 现在有没有工作 有工作 但是略是临时工啊 兼职的 学费谁给你出 学费我自己出的 是这样的 他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就是家里条件差 这个我都可以忍受吧 认识一段时间以后他提出来到我家里去看 我就带了他去我家 一去的话他就不走了 一住就是几个月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当初学费家里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个人是独居的 生活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规律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 怜悯居心 由然而生 你想照顾他 对 还有就是我发现他 在伤心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连一个说话的人找不到 他的意思是希望我留下来陪他一个时间 我没有要求他 和无聊的时间 这就是 这个小学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他是被邀请住在家里的 还是自己认为别人需要他留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事实弄清楚 是您邀请他的吗 我没有要求他 是他自己要住下来 然后水电啊 然后我的生活压力也很大 然后就像养个儿子一样的 你不难不能对我有所帮助 因为我家的条件也不是 情况也不是很好的那种吧 还能增加我的负担 然后我邻居也在说闲话 这样就被我赶出去了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已经很夸张了 而且不太符合实际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条件和环境 那是非常的棒的 真的比他家里那条件和环境 那你去人家住干什么呀 我当时是去 偶尔去他那里玩一玩 然后走一走 也没有说一直在他那里住 所以我一般的话 就是偶尔去他那里去一下而已 我们信你们俩谁呀 是天天去住住了几个月 还是在这几个月期间 偶尔去住一下 他每天就是买点菜啊 把那个他们家的米啊油啊 都拿过来了 好像过日子一样的 就在那里做饭啊 吃没吃 生活了吃了 给人菜金了吗 没有 带着火是入火了嘛 这个就要 所以你们弄清了这事儿 别夸大其词 好的时候什么都好 不好的时候 倒回头全是秋后算账 明确一下 那段时间是在那住了 偶尔去做做饭住一住 还是说在那几个月里面 一直住在那赖着不走 一直都在住 一直都没走 是的 你在这个期间 要求他离开过吗 他说他没有地方住 没有 绝对不是这样的 行吧 这事儿我们就放在这儿了 事情的真相只有你们知道 没办法再去调查了 还有别的吗 我同学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一起去了 然后他也不买单 让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吧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说 他同学想认识一下我 然后就请到我过去 跟他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 当时他同学 这事儿咱就过吧 不就吃顿饭吗 谁买单也就买了 你怎么那么斤斤计较啊 说你法国女朋友 比他还大 大几岁 大个五岁的 比他还大五岁 对 后来为什么分手 分手的事情是 跟他交往了半年之后 他说他在中国不习惯 他要求我学法语 然后跟他一起去法国 但是到了大使馆那边的话 大使说 他说我这种性质 是属于移民的性质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过去 但是他说他还是要回国 等于他回了国了 你就留下来了 这段异国情缘就结束了 我们也还是朋友吧 好好好 所以今天您要来干嘛呢 他总是跟我说 他是个穷学生 但是 上次家里被盗 他被人家偷了几万块钱 你说他一个学生 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吗 这也不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碰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 你们都谈了三年了吗 你们这三年来 在谈什么呢 我特好奇 反正就是一起学习啊那种 好好好 那这么说吧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他一定是有优点 谈恋爱 恋爱中的男女一定是有 互相吸引的地方 对吧 是的 这个小伙子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优点 就没有那些抽烟啊喝酒啊 然后打牌啊 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 那人家吸引你的是什么 但他 好像有些女孩子 那么玩吸引啊 叫针啊什么的 哦 然后他还是比较可爱啊什么的 其实还蛮好的 哦 可爱还蛮好的 然后我跟他介绍工作吧 就是他在长沙就一直上学 他三四多岁了还在上学 我就说你再怎么样 也一个男的也要工作 也不可能老是读书嘛 读个没完的 然后也成绩不是怎么好 然后他就去了几天又回来了 他说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然后就是他说他学英语 学会计专业的 就不做销售 现在外面工作就是销售居多嘛 然后他也做不好 也没有业绩 你现在在续本是全日制的续本啊 还是 现在是成教 成人高考 过了吗 成人高考 全都学完了 那就毕业了呗 下一步就好好工作呗 是这个意思吧 还考研 哎呦 考研了 是的 还是考博士以后不停的 不是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是每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我觉得挺挺挺挺好 有些事情的话我怎么说呢 因为他早的那个工作根本就不叫什么工作来的 我就想着还不如干脆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上面 我把学习学业搞好了 然后学好技术了 学好本事之后的话 我完全可以找一份 比他跟我早来的工作好很多很多倍的 而且也可能是年薪的那一种的 完全有可能 行吧 下一步怎么打算 反正现在我也很纠结很迷茫 你怎么打算 我希望的话就是说 以后能够好好的工作 然后能赚到钱 然后两个人都能够走到一块 女生去过他家对吧 是的 也见到过他家的真实情况 家庭的经济条件可能不是那么好 是的 这样的男生你愿意嫁吗 我觉得他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但是我也没有嫌弃他 好未来你还得读书 我听到你的规划了 勤工俭缺是一个方面 但是结婚以后肯定家里面的负担 会比一个人稍微重一点点 是吧 男人要有责任嘛 咱至少能够帮老婆分担一点 这个能理解 我觉得他好像还签了那么一点 如果你 你要嫁的那个老公 我们说八十分就能嫁 你现在给他打多少分 一定要说 你当然要说了 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吧 所以有些事情也是 好吧 你认同这句话吗 到了一定岁数 能找个人嫁了就嫁了吧 这句话你认同吗 是的 是的 那我听明白了啊 如果法国女朋友又回来了 法国女朋友说 我还是爱着你的 现在让你做个选择 选择哪个女朋友 这个 那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话说的非常坦诚 行了 我不问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错开的 女方在说的时候 男方他脑内门想的全是我自己的那一个观点 男方在说的时候 女方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造成你们出现一件事情 会有两个版本 我们都不知道该信谁的 他住在你家这件事 各有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如果你不让他留宿在你们家 他能留宿得成吗 如果你把他强行赶出去 我不让你住在我家 我就要一个人独居 我们没有到结婚 我们不要同居 完全可以 第二件事 你说他家被盗 自己的男朋友家里被盗 第一反应应该是 你有没有受伤 第二反应是 我们赶快报警 看看家里面遗失了什么 这是正常人的反应 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哎呦你骗我 你原来有存款哪 所以我搞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所谓的爱 所谓的男女朋友 这种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我一开始觉得你特别斤斤计较 然后呢我也觉得你特别精于算计 然后觉得你目的性非常的强 但是我后来回过头想 你到了这个年纪 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确实需要目的性很强的去谈一段恋爱 是的 因为你面临了之后就马上要结婚 如果不结婚浪费时间没有意义 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样的 已经等到了这个时间 就不要凑合 你们两个人眼里 完全看不到对彼此的欣赏 只有对彼此的埋怨和抱怨 永远都揪着对方的缺点不放 因为在刚才你们表述当中 我们听到的缺点大于优点 所以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既然这样的话 不在同一个频道 也没有那么多的爱 两个人交流都交流不在一起 更高层次的东西就不用再谈了 为什么呢 她说那个我将被盗那个事情 本来我是不想跟她说的 因为她根本就没问过我 我跟她一直在一起的话 她从来没问过我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多了 在别人说的时候 一定要竖起耳朵听 先听到别人说什么 反馈回来的点是什么 再来表达你要说的东西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举总 举生 你知道为什么造成这种现状吗 谢谢珊娜老师 老师 我还会说 真的 你一直听从来 我一直听到 你因为之谈 你知道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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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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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的 对你说了话 不管怎么样 解决是朋友吧 行了 谢谢两妹 辛苦了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